新竹火箭站站前知名的购物中心 最近传出了经营意图的消息 但现在就有进驻的清创业者 跟新竹市议员陈琴 指出新的经营团队 要求他们只能做到明年1月份 但根据原先的合约 业者应该有4到10年不等的经营权 如果明年1月就要搬迁 那已经投入上百万元的费用 就将形同打水漂 但是这个博具行销公司 却不认当初这个金品所委任的金玉 跟这些目前还在营运的业者 所签订的这个合约 那么强硬的要求 现在在商场经营的业者 租约只能到明年的1月31号为止 其实最重要成本都在前期 就是今年已经投入了 那投入成本大概有上百万元 那其实基本上 如果他要我们明年1月31号就撤离的话 那除了我们未来预期 接下来4年多的营收 可能会无法获益之外呢 这上百万元的投入 也都无法回收 其实对我们来说算是蛮困扰的 律师指出 原先的经营团队跟进驻业者 都签有契约 依照合约精神 新的经营团队也必须承受 之前的契约关系 不应该任意终止 依法来讲 他就要受到这个契约的一个拘束 所以呢只要这些摊商业者 他遵旗的给付租金 那也没有违法使用的情况下 其实精品公司都必须要再继续履行完 这样的一个租赁契约了 由于该购物中心也是新竹市第一座 BOT立体停车场案 新竹市政府也澄清 该新任营运团队负责人 跟新竹市没有关系 另外经营权益主的事宜 属于厂商内部股权转移的问题 市政府并无权干涉 最后有关于厂商陈勤的部分 新竹市政府后续会主动接触 了解业者的陈勤需求 购物中心位在新竹市火车站 站前的精华地段 有许多知名品牌进驻经营 并且带动了新竹市旧城区的发展 如今传出经营争议 清创业者只希望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不然赚不到钱不打紧 就连原本投入的创业资本 都将复之以具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